到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中文集锦 详情请登陆sbs.com.au 前写杠Mandering 今天我们的故事的主角是 武隆贡大学计算机系讲师李彦南博士 我们来了解他是如何幸运地来到澳洲 并且在澳洲安居乐业的 下面请听采访 好 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 是来自武隆贡大学计算机系的高级讲师李彦南 彦南你好 你好 你好 彦南很想了解一个女学霸的移民故事 因为你又是计算机专业的 现在又是这个专业的博士 同时呢你也是这个在武隆贡大学的高级讲师 当年是怎么来到澳洲的呢 我本来在国内也是读书 现在的这个老板就是这个导师 去我们学校做那个讲座 然后我是被当时的导师推荐 作为学生去接待他 这个导师就觉得我可能在这个领域里面 就是可以在网上读一读 然后他正好这边有机会 所以他就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 然后就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就顺利的过来 这种求学成长或者是说选择未来方向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这个思路 你觉得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 首先我的家里 我的家庭给我的就是从小灌输的一个观念就是 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也是把这件事情当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做 就是正常的读本科 然后本科之后也是碰到了一个 就是我很仰慕的一个导师 就继续读硕士 然后后面又有了这样一个出国可以读博士的机会 我觉得对于当时的我来讲 是一个就是开阔眼界的机会 运气的成分占的挺大的吧 就运气比较好 所以就这样一直读上来 我这样再回头去看这条路 我依然觉得这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因为我觉得在这条路上 一直不停的在成长 一直不停的在让自己有一些新的东西的输入 刚来的时候像计算机专业 然后如果是完全换一个语言来学的话 会不会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时刚来的时候确实挑战还挺大的 因为我可能之前在国内的时候 就是可能自诩觉得英语也不错 可能那个时候跟老板的接触 跟就是现在的导师的接触也还很多 可是真的到这边了之后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当时还是有很多朋友帮忙吧 因为那个时候是疫情之前 所以就是整个组里面人也比较多 学生也比较多 老师也比较多 我觉得这些人还是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 包括当时我租房子 在这个地方的房东这一家人 生活里面比较亲近接触的人 我身边的这些人都非常非常的好 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啊 然后给了我很多的支持 对于这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来说 就先别说学习 就是生活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像有时候要租到一套房子 真的是很难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租得到的 所以你讲到你的房东 他们是华人还是本地人 然后你们的互动之中 又是什么具体的小故事 让你觉得说到现在你还是觉得很温暖呢 房东是华人 然后他的家人是本地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当时给我很多的帮助 既可以有就是中国的这个背景 他能理解我有一些一些些的想法和行为 跟比如说本地不太一样的地方 然后同时呢 我又能快速的知道 比如说本地人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他们对一些事情的态度 所以当时我觉得自我成长这个方向上 还是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就是我刚刚来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是接触到的 他们跟我说就是一个 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他们看来 其实并不是很礼貌的一个说法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英语也不是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我想要一个什么东西 我就会非常明确的去表达 我就会说 他的家人就跟我说说 这样其实我能理解你 但是这样其实非常的不礼貌 一般这边的人都会说 所以大家说的都是英语 但是 对对 因为我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 包括就是可能是中文转过来的习俗 我的语气可能会非常的柔和 非常的礼貌 但是因为这个说法 它本身就是在当地人看来 就是有一些可能比较rode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很多中国人在这边 就是我后面也包括 我看到我的学生 有一些中国的学生在这边 我也会跟他们说 说其实中国人是非常礼貌 他们是儒家思想教育下来的这一代孩子 其实是非常有礼貌的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知识的限制 会导致我们会被外人看起来 好像觉得 怎么这么的就是没礼貌 怎么这么的root 但其实我们就只是需要小小的 就是跟他们说一下 他们马上就会反应过来 并且很快的就适应下来 因为你是17年过来的 所以当时还没有lock down 实验室里面有很多的老师同学 可以给你学业上的一些帮助是吗 过来的时候 其实读博士的时候 压力还是挺大的 就是一群实验室的小伙伴 我们那个时候中午会一起吃饭 然后就是会一起聊聊天 说说话 就是当你发现周围的人 大家其实也都还挺紧张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那可能就是这样的吧 不是我的问题 可能是这个方向 他可能就是会有这样的压力 就是会让你心里面放轻松一点 毕竟我们那个时候 每天中午吃完饭之后 我们会就是去学校操场 溜一圈晒晒太阳呀 然后看一看就是 其他学生的这个生活呀 然后并且学校里面有很多那种 针对学生的活动 然后你多参加一下 就觉得还挺好的 所以我当时其实还挺活跃的 我当时参加了好多好多社团 就吉他社 舞蹈社 合唱团 去里顶是什么 去里顶就是啦啦队 那说明你那个跳健美操什么都很厉害的 我愿意去尝试 我想知道这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就是如果你想快速的融入生活的话 就不断的把自己抛出去 不断的让自己融入到当地的那个 life pattern里面 就是不要用你自己 那个让自己舒服的那个方式 就是因为我当时的想法 就是让自己快速的融入 快速的成长 快速的讲见识 那在这些多种多样的俱乐部当中 你觉得跟你原来的性格啊 人设啊很不一样的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让你父母和原来的同学朋友都很惊讶的 他们都很惊讶 我去的每一个社团 他们都很惊讶 所以你原来其实在中国的时候 读到本科 你只是一个认认真真读书的孩子 是吧 不是我那个时候就很活跃了 我本科的时候是学生会主席 然后我硕士的时候也是学生会主席 所以我之前就在国内的学校里面 我就就是那种比较活跃的积极分子 所以就只是说自娱自乐吧 就是让自己生活的那个部分能快乐一点 在专业方面 你到底在这里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博士学位 他专业的内容是什么 我的专业名字其实是叫Cyber Security 也是现在比较就是比较就是我的一个方向 我的那个专业方向是在网络安全下面的区块链 我博士的时候的方向是区块链 Cyber Security现在不管在国内还是在澳洲 都是一个非常受重视的一个方向 一个领域 澳洲我记得是在2020年的时候 他发布了一个新的就是这个Strategy Plan 就是关于这个Cyber Security的 同时澳洲也是几乎是第一个国家 有一个就是这种叫Minister of Cyber Security 这样的一个职位在政府层面上 所以就是其实国家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国内其实也很重视 就是我觉得现在Cyber Security 是一个global的一个topic 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一个很火的专业 但是你说你学的是区块链的这个方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博士研究好像就会去到一个很尖端 或者说一个很钻牛角尖子 我们看来的一个角度 所以你更具体的是做就说做一些什么 就是比如说你学这个专业它的难度在于哪里 然后你是需要去研发什么样的东西吗 对我们是我做的方向是区块链的安全应用 就是主要是开发一些区块链上的一些应用场景 关注里面的一些安全问题 解决里面的一些安全和隐私的就是问题和需求 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密码区里面的工具 去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去设计一些协议 然后开发一些系统原型 同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跟校企的一些合作 包括跟就是澳洲的其他的院校 还有跟比如说Syra那边研究所 还有包括跟企业 我们有一些区块链对口的一些公司 然后会跟他们做一些 比如说commercial方面的一些事情 就希望把我们这些产品还能落地 然后我们也会一起申请一些政府的项目 就是发挥大家的所长 然后能在一起共同地为我们这个 Cyber Security这个事业做一点事情 觉得在你参与的项目当中 你觉得还很有成就感的 可以让社会受益的研究吗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每一个协议 我自己都还蛮喜欢的 我是在用一些我的所学 我自己专业领域里的一些概念 或者一些工具去真的能在隐私和安全上做一些提升 每一次我都觉得还挺有成就感的 我其实之前做过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区块链里面的隐私跟监管 因为这个也是当时就是我申请那个澳洲基金委 它叫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这个里面有一个就是青年的人才项目叫DECRA 那个项目里的一个主要的话题 就是关于区块链里面的监管和隐私保护 就是区块链里面本身它是有提供了一定程度的隐私保护程度 但是这个隐私保护程度理论上来讲它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在它的这个基础上 能让它的隐私保护更进一步 能让它达到一个就是这个叫Full Anonymity的这个程度 但是一旦做到这个程度之后 再加上区块链这种平台 因为它没有一个中心化的第三方 所以就很难做到 比如说有一些坏人在里面做了一些坏的事情 我们怎么样去追责 怎么样去惩罚一下他们 就是让他们尽量不要在这样的平台里面做坏的事情 那我们就在这个的基础上 在这个隐私保护的基础上 又能同时做到一定程度上的监管 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用户在这个系统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保证你的隐私 如果你是一个不诚实的用户 那我们就可以追溯到你的身份 并且对你做一些相应的惩罚 这样就是用惩罚的方式去威慑 这些malicious users 就是可以达到最后就是 既能同时保证隐私的同时 还能兼顾监管在里面 其实现在网络犯罪之所以让各方都很头疼 就是因为他找不到犯罪者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听起来确实也是意义非常重大 所以你是在申请这个资金的时候 就是获得了这个资金或者获得了奖金是吗 对它是一个项目的支持 你当时听说你还得了中国大使馆班的一个优秀留学生奖 那是我在博二还是博三的时候就申请了 然后当时就是用现有的成果 我记得是从那个大使馆的那个主页上得到了这个信息 然后也是对就是在国外留学的学生的一个支持 就提交了申请就可能也比较幸运吧 然后几个月就是这个评审下来 然后最后就通知我说哎拿到了 你总是用比较幸运 但是我想着你研究的那些课题是一个博士学位 总觉得那个强度你会是一个披头散发 然后早上起来就开始往实验室赶 然后彻夜研究的一个形象 也有五个那个时候 就是每次赶那个deadline之前 也是有过就是像你说的这种披头散发 然后就是几天就在那个桌子前面 然后就熬几个大夜的那个时候也有 这里面有个小故事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有一次我们我报了一个那个半码在那个悉尼 我当时报名的时候还很早 我不知道就是当时是还有一个 当时要投稿的一个那个截止日期跟那个就撞了 是在他那个的前一天 当时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的一个朋友要求婚 就这几个事情在我当时的人生价值排序 我觉得都还很重要 都是我想去就是好好策划一下 好好去做一下的事情 实在是没办法 就这几件事情赶在一起了 然后就当时只能卷自己 就熬了几个大夜之后 然后第二天还要去就把那个就是那个文章投了之后 然后第二天去跑马拉松 就那天是上午马拉松的前一天 因为马拉松早上要起的非常早 就是在那一天我大约是中午投的港 然后在那个之前又熬了几个大夜 然后在那天投完稿之后 下午可能四五点钟吧 然后就就吃完晚饭 然后坐车过去 然后在那边就是离那个马拉松场地 比较近的一个地方订了一个宾馆 然后在那边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去跑步 我跑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活感觉都在就是人的外面 就是靠着惯性去跑完那个 绊马 就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但是那天风景非常好 那天天气也非常好 是个挺不一样的体验吧 是悉尼马拉松嘛 所以就是跑过悉尼大桥的 对对对对 就整个的那个风景都是沿着那个海岸线 然后也包括就你说的 就是会经过那个海港大桥就非常非常美 那求婚呢 求婚是在一个山上 那个我那个同学也是设计的 就非常的唯美 非常的浪漫 觉得非常的好 所以就是就是也是在前后那几天 对都是在前后那几天 就我本来是想希望能帮忙出谋划策呀 然后就深度的参与 但是最后由于时间的问题 就还是没有办法 但是还是还是参与了的 最后他们俩还是开心幸福的在一起了 然后我们一起吃个晚饭 然后那当天好像还是 我记不得是那个男生还是那个女生的生日了 然后我们一起在一起唱生日歌呀 吃生日蛋糕 还是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看来都是很好的朋友 那既然你说到这了 能问一下那你自己的 有在等人求婚吗 这个不期待顺其自然 我可能就大部分时间还都放在 就是血液上和自我成长上面 就感情方面处在一个比较 就是顺其自然的状态里 最后就是想问一下 那你又怎么顺理成章的 就成了大学里面的讲师了呢 可能就是一路比较幸运 我当时毕业的时候 然后招了论文 然后就是我的导师就说 组里面就是现在需要 就是申请项目有一些事情要做 因为本来之前就是招的那个博后呀 还有包括博士的学生啊 可能都没有办法 当时没有办法签证过来 所以就在组里面帮老板做一些事情 但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新的体验 虽然他只是一个博后的职位 虽然我也没有做非常多的时间 但是读书的时候 可能只是你的视野就在 我要怎么去发论文 我要怎么去就是做出好的协议 怎么去找出好的点子 可是当你工作了之后 很多东西都会变得不一样 就是你要关注的事情就要很多 比如说包括我之前说的 怎么去校企能做一些合作呀 然后你的视野要在你的整个行业的发展 包括你的career的发展 而不是说就只是在做某一件事情 所以当时也是就是跟我老板聊啊 然后帮他做一些事情啊 包括写项目呀 就是关注现在行业发展的动态呀 等等等等做一些事情之后 然后老板觉得可能我的表现还不错 然后就当时组里面有职位 所以就申请这样就留下来了 就也是一个波澜不惊的故事 但是当时之前还是很焦虑 因为当时我毕业的时候 也是在疫情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不光是澳洲 就全球可能找工作都是一个 就是相对比较难的事情 但是反而因为疫情 他们原来招的人过不来 也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 对对有一些些这样的因素 所以你总是说幸运 其实因为你时刻准备着 而且你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 非常积极的思维在思考你的人生 你的前进的每一步 好像都是还是很有动力 然后很认真的在执行 所以也就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对我觉得其实我学生的时候 虽然感觉上说去参加那么多社团呀 包括我当时也是做学生会 很多组织里面有那个 student representative 然后我都想要去尝试一下 然后想去看一下 就是这些组织什么样 包括我们有那个university council这些 我都去试过了 然后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这个东西是跟你的主业的博士生活 是就是浪费时间的 是可能会占用你很多的精力的 但其实我这样返回去看 我会觉得那段经历 给了我非常多的inspiration 比如说当时我在 就是去参加那个console的时候 我就会知道在那个组织里面 我们怎么样去比如说 学校层面上去做一个决定啊 然后包括怎么样去就是完成整个学校的这个运行的这个机制啊 我觉得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对我的理解和认知有一些帮助 所以就是会对你日后比如说要留下来生活呀 包括你在学校里面跟不同的机构部门的领导打交道呀 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能非常快速的就虽然是刚刚开始工作 但是我还是能非常快速的知道比如说每一个部门 他们之间是怎么去做连接的 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我要做成那我应该去怎么样一个流程 所以就是会让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变得很顺利 再也不会出现I want什么的情况了对吧 对对对对 就是你会越来越多的知道 怎么去做一些比较正式的表达 怎么会去做一些比如说我要做一些请求 希望别人能给咱们帮一个忙 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表达 就是会像你说的那样 就我不再会犯这种非常低级的这种I want的这种错误 对所以也就非常自然的跟他们有一个接洽 你现在是在五龙共那边是在组织一个华人AI协会是吗 那进行的怎么样啊 是不是那边像这一类的人才其实也还挺多的 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成立了一个就是AI的startup company 然后他成立了这个之后 他就加入了当地的一个AI的一个华人的组织 然后我有一次去参加他们的会 他又跟我说说要不要大家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就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刚刚慢慢的开始着手 要考虑成立一个卧轮港这边的一个分布 好的看来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进行当中 然后顺理成章的完成 希望以后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跟你去分享一些 网络安全方面的信息 包括我们就是大家如何更好的通过 自己了解的这些信息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安全吧 谢谢你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 我龙共大学计算机系的高级讲师 李彦南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非常荣幸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 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